想到罗宏林想到什么 新加坡的电视台 整齐年人发现 真景脆皮烤鸭 然后Portree 1 Zegoland 哦 8300 如意诗 麻坡的黄明志 我来的客家人 我有类业专业好啊 不错啊 我说好 诶诶 讲这么开的东西 乱开车 啊 不是我讲的啊 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美食 我 先买一下最厉害的橘子 怎么办 还算不复 差不多会不复啊 但是40款在那里 早上 Let's go Mr.X 好像是来了第五天 对 今天早上会带大家去 就是自然生态的领域 来吃吧 吃吧 哇 我那边很深哦 去没有车 全部回来都熟了 两个桶线 如果是下雨天的时候 只要加慢一点点 像我这样子的二度鸭三度鸭 慢慢来 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4.3km 所以基本上是7分钟到10分钟可以到 但雨下正夜 先等雨停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进 好 先喝咖啡 我看到它咖啡是好像还蛮特色的 咖啡Tenge 而且它咖啡Tenge的那个style 很像越南咖啡的 dripping的feeling 就要买看看 可以买咖啡 你又BG咖啡Libreka 好 谢谢 好嘞 真的是比较是越南的style 就是放这个铁王 之后再放咖啡粉 加热水 给它慢慢地滴下去 滴完了之后呢 教大家它怎么喝咖啡Tenge 这个放上去这边 然后可以加点白砂糖 OK Libreka哦 有Libreka的触法 像有时候用那种V60啦 就是比较 那种器材冲泡的话 可能也泡不出Libreka的这个风味 像这种简简单单 Tenge style OK啊 雨也差不多停了 喝完之后我们就出发吧 雨也差不多停了 喝完之后我们就出发吧 哇 哇 你看 我左右边都是红树林 我觉得红树林很重要 对于就是自然生态保护啊 还有一些生物的保护 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而且其实最让我惊讶是什么 如果有海啸tsunami的话 它可以帮助去避免这些海啸 它们可以帮我们当天灾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红树林 OK Pokok P.I. P.I.原来是一个Pokok P.I.的名字耶 Libreka的Dada 哦 就是Species in it 它更可以拿到阳光 所以它是Libreka的 3米 它可以到3米那么高 我先爬看看 哎呀 开玩笑啊 嘿呀 这样认真是什么 南端在哪里 还没有走到南端 哈啰 还有人远吗 也会断替你 还会替你啊 我认为5分钟 从哪里 新加坡 欢迎欢迎欢迎 我们从KL 好 OK 有个好日子 哦 开始涨潮了 你看这些垃圾 你看这些垃圾 在红树林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海上那边 是很多的垃圾嘛 是因为有红树林这些垃圾 才会堆积在那边嘛 也算是过滤是吗 要跟大家讲就是 保护好我们的大自然吧 红树林虽然是有这个作用 有这个方式在那边 但我们也不能这样 所以丢垃圾啦 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很多 生物在 我们看到很多娃娃鱼啦 有很多的鸟类啦 而且还好保护的话呢 这些生态才会继续地 在那边成长 那我们才可以看到 那么美的环境嘛 我们来到最南端了 我们到了 来到了亚洲大陆最南端 它不是有一个路牌是写的 这边是哪里 这边是哪里是吗 好 在另外一旁 OK touch 一碰上那个地表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难相信 某个方面会有点恐虚的 好像 mission 完成啦 我还要继续往哪里前进 会有少许这样的感觉在那边 之前是没有去想过 会来到这个地方的 很不可思议 它就是整个大陆最南端的部分 它是在马来西亚 是值得骄傲的 我觉得不是马来西亚朋友吧 乖朋友 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一定要打卡 然后让大家知道 说最南端原来在马来西亚 嗨 你从哪里 从 Germany 从 Germany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我想去南端 所以我只要去看 森林 你不是去新加坡吗 只是在马来西亚吗 我其实在新加坡 所以我做了世界旅行 然后在 Johor 然后明天就去工作 好 享受你的时间在马来西亚 好 谢谢 很高兴见你 这首我英语吗 等一下 好 在马来西亚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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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没有了 有这个地方 有了 有了 7000 9000 是 有了 味道 尤其长 是 有了 好 有了 谢谢 我可以知道了 请看看 海尔和大体 地方 beep 有了 这是 这是印尼 印尼印尼 所以这边就是印尼 新加坡就在那一帅 他们也开始了 你们想要去哪里 为了要纪念陈旭年开辟新商的贡献 所以我们先前往陈旭年老街 去看看一下 现在人已经在陈旭年老街啦 然后刚经过的时候呢 就很多二十世纪的建筑物啦 然后等下可以逛逛看一下 可是我要给你一个 mission 大热天给我的 mission 有没有搞错 需要你找出三间最老的老字号 而且你也要帮助他们圈 创立的年份 好 挑战完成 Let's go 餐厅 我们先问一下里面的老板 来 你好 老板你好你好 我想问你这间店 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 根据我们的历史 历史 60年以上 那边有些 我可以去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1961年 1961年 既然来到了之后 这边的项目又那么的扑比而来 这边有些是有餐啊 跟Job Best in town 是吗老板 肯定 肯定啊 好 吃我餐 你看那个蛋 你看那个蛋 哇 我自己跟Job的话呢 有几个吃法 如果有鸡蛋的话 蛋黄放在上面之后 再拿一点的这个 一口 把它吃下去 嗯 嗯 哇 我小时候的味道耶 一整粒的马铃薯剪出来 对 不是马现成的 现在Costlo也是 自己做的包菜 切 很好吃的很好吃 很用心在做 谢谢你 好像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味道了 以前童年的时候 Giggen Chop就长这样子的 不像我们现在吃的西餐厅的味道的 而且呢这间店呢 你可以看到啊 三大种族都在这边庸餐 还蛮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的感觉的 所以在吃的时候呢 我觉得吃的是一种怀旧吧 然后吃的是一种怀念的感觉 我刚看到哦 我们对面这间店 它的整个设计感 没有很装修的感觉 所以应该是 保持着那个老旧的感觉啦 所以我们去问问问看 Salahuddin Bakery 可以来吗 哦 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吗 啊 1937 1937 1937 那是你父亲到现在吗 我父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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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年 所蒟静ティ 一群 灰 cortisol 安全 我一直觉得老街啊 很多金铺了 我们这样走过来呢 就有三四间金铺了 座 kalian CD 립 1919年到现在 1919到现在 对 哈啰 怎样成活 Joseph Joseph Bar就是好 我看到你们从早上到现在都是排长龙耶 排长龙 不是开玩笑耶 那样柴腰烧 数量有限 所以你们是这个时候烘 然后明天就可以卖了齁 对 这些是准备明天订单的 要早啦 面包通常是11点多卖 2点左右就已经卖完了 所以大家要趁早过来买它 如果要吃到好吃的面包的话 OK 这边是1919年到现在 所以说你上一代上一代的时候 这个匾牌是重点 Escandai Putri 班的 全新山就只有这一些老店才会拥有的这个匾牌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实名失败到现在 超过百年了哦 超过百年 所以大家要好好照顾这个地方啊 不要破坏它 所以之前我们有让顾客进来 但是住的东西我们要保持原位的话就没办法了 就顾客必须在外面把包带走罢了 还有一些就是时间方面啊 很多说为什么一定要有时间 你们不可以做多一点准备吗 但是重点就是我们用 猜哦 就好像人家为什么要给你们尽快看 因为炉汶已经降到已经是它的底线了 对我们QC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东西 对 质量很重要 因为质量很重要 所以我们努力保持QC 每个人都吃到我们原汁原味的传统古早味蛋糕 OK 谢谢你的蛋糕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唯一是百年是件困难的事情嘛 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相信它是困难的啦 毕竟要几代相传哦 就是有几代的想法 很多时候在老一辈的想法 跟这一辈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把他们的方式去换起来 换成你的方式去做成你的胃的生意 所以我相信他们经过很多的故事 还有一些过程啦 我们是不知道看不到的 我们是钢桥是什么 我们是竹地来找你 哦 我一二年的时候追你到现在 哇 我最后吃在你们是一七年的时候 一七到现在你才见到我 对对对 所以我就真的随便走走看 会不会遇到你这个遇到 缘分来得刚刚好 OK 哈喽 我在找苦茶喝 我终于找到了 我想问哦 这间店多久了吗 百多年都历史了 那你看到报纸 年年到春了 这样安迪你是第几代了这样子的话 当然 这是我先生年年了 哇 哇 百多年历史就是从一九 一九多年的时候 我都没有出事啦 你都没有出事的时候 我都没有出事了啦 老板在泡这哈老板 这是三十的 这个是七块的 这个三十的 这个七块的 这个苦的 这个甜的 你们想怎样 我们想先跟工作人员玩一个游戏 最数的人 就会喝最苦的那一杯 来玩什么游戏 它叫不能说的倍数 你们三个人会流流数数字 当时到四个倍数 然后再用手打 买一打来买一打 来 Let's go 一 二 三 五 六 四 九 十 七 十三 十四 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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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了 所以这不是我的哦 我许你了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呃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七都被撕摔 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七 十四 十四 OK OK 一 二 四 四 八 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OK 数多一次的话 我们就喝这个了 OK 一 二 四 四 五 六 八 九 十四 十四 十三 十四 十 十 十 正详的 输的话就喝这个 OK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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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期待他们给你的回复是很硬 不想理你 但是当我进去鞋域面包店的时候呢 他还是很nice的跟我们解释说 他为什么要做这点店已经几代了 之后又去到Sala Hoodie McRae的时候呢 哇 他眼神是充满着很多的热情的那个光 欢迎我们进来 整个给我的感觉是 是舒服的这个城市 虽然在施工着很吵闹 大热天很热满身大汗 但因为他们的人情 会把我的心给留住在那一边 今天我是第一次吃到Spaqeti with Laksa 它又叫什么呢? Lopez 不是Jennifer Lopez 不要只是吃华人的 我们要播原话 对 叫马来西亚 Mersin有一个地方叫天堂道 那个阿邦确定是讲这边吗 真的是天然的陷阱我觉得 我有一点后会穿白色衣服了 在找这些天堂的东西的时候呢 原来要经过地狱般的道路了 可是一到达之后呢 那个成就感是久久不散